好,OK,所以各位公单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再来看一下 你们简报 那个你们的讲义里面 先下载这两个 OK,这个第一个第二个 刚刚已经有同意下载 再来的话呢 把它解压缩 那我这边有写啦 可能你可以解到C 或解到D都可以 OK,因为有些电脑没有 没有低点 你就解到C啦 OK,如果有的话 像我们这边电脑会还原 所以你不要放C 放C下一次来又不见 那不见你又要重来 所以下个礼拜来 又要再来一次 OK,不过我建议 这一定要多练习几遍 熟了之后大概就OK了 第二步的话呢 就把它解压缩 所以你一般解出来 就两个目录 按右键解压缩 自此 OK,不要解到那个目录 要多一层目录 然后呢 会有两个目录 这两个目录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在开启 其中一个目录 哪一个目录呢 就是那个上方这一个 Eclipse的Python这一个 那把它开起来之后 做什么呢 执行它 执行怎么执行 不用安装哦 直接开启它 它有一个 有点像紫色的一个 小图式的一个执行档 打开它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呢 就会看到一个 那个Eclipse的画面 那我们需要再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跟它讲说 我们的Python放哪里 那我们不是有解出来的Python 3732对不对 意思说 那个就是我Python的相关 函事库的位置 那你要告诉他 我的函事库在那里啦 所以以后你要编辑的时候 你就去那边找就OK了 OK就两个 所以呢 其实这两个 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 Eclipse 一个是我的函事库 Python的函事库 那我才有办法用编辑器去 用它的函事库去帮我写一些程式 大概一个逻辑是这样啦 那我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直接来 Demo给各位看一下 一切到低叠 二的话我刚刚按右键 把它解压说致辞就可以 所以关键的地方 记得是解压说致辞 千万不要像之前有同学 解压说到又多一个目录了 这个是错误的 OK 行李上面这个才对 解压说致辞就OK了 解压说致辞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两个目录了 这两个目录 当然如果你回到家 也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你就把它解到低叠 那开的话开这个 Eclipse的Python 里面会有个EXE 就这一个 点两下 它就直接开起来了 那这个版本的话是2018的 不过好像还有更新的 2019 所以如果未来呢 你们要下载最新的 可以去Google一下 Eclipse 那这一套编辑器 非常的好用 目前它也是所谓的自由软体 不用费用的 那这个应该要感谢IBM 因为它IBM 本来是IBM子公司的产品 然后来它无偿的把它捐出来 让大家使用 那这个Eclipse 除了可以写Python之外 可以写任何语言 像CC++ 或写Java 或者是写其他的手机程式 写PHP JHP 其实都没有问题 那所以呢 我第一个把它打开 不过开好像 会开太久了 那开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做设定 跟它讲说 我们的Python 韩式库放哪里 OK 所以 这台的话 开起来 有啦 已经开起来了 只是说因为画面没有跟 那它问你 开起来之后 它会问你第一个问题 说 你的Workspace 什么叫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写的程式 要放哪里 那我要放在低碟底下 低碟的预设目录 叫Python的Workspace 我用这个预设好了 直接按Lunch 那将来我们写的程式 都放在这个目录 低碟底下的这个目录 OK 乱取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开启Eclipse 的编辑器 第二件事情 就告诉他说 在我的那个 根本屋底下 有一个叫Python 3732的一个 韩式库 所以呢 我用这一开这个 然后跟他讲 韩式库 怎么设定 特别注意 在Windows 所以这个Welcom 先关掉 这个不用 然后呢 记得在Windows上方 有一个叫 Prefurnies 这个 Prefurnies 里面的话呢 你就找到呢 PyDiv 这个在讲义里面 其实也有 OK PyDiv里面有个 Interpreter Interpreter里面又有一个 Python的Interpreter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可能比较不好找一下 可能你要 稍微看一下讲义 或者稍微记一下 Windows里面的 Prefurnies 然后找到 再往下一层 这个 再往下一层 找到之后的话呢 里面目前是空的 那你要告诉他说 我New一下 告诉他说 我的韩式库 是放在New一下 然后呢 这边有个Brows 浏览一下 跟他讲说 我那个Python 是放在 那个低碟底下的 Python的3732 这个目录 给他 然后并且选哪一个呢 记得 选这个 黑黑的这个Python 给他 把它选起来就对了 跟他讲说 我的Python在这里 你将来要执行的话 可以run他 OK Python 然后按开启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看到什么呢 OK 你如果看到呢 他会出现说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 里面很多那个 很多的韩式库 DLL 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是的话 表示你选对了 OK 反正就是韩式库 那至于什么叫韩式库 你Google一下 应该有答案 OK 按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apply and close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把环境给建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那我要怎么写程式 里面的话呢 我们第一步 OK 先把它连结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开启Cubus 跟他讲Python路径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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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